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本来它是一个输出的 我把这一个输出分成八个输出 送给这个Mixbar里面的八个channel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这八个channel它每一个都可以调高度 所以我可以让这样子的Pose输出呢 变成八个 变成有高低的这种CV Sequencer 可以看到我可以有左右两个输出 如果你把Pen全部放在中间的话 它就是左右两个输出都一模一样 你可以设定特定的机轨要送输出 左输出右输出 其实就是一输出二输出 Output 1 output 2 那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Mute Mute的话呢 它就会输出一个持平的CV 在这边会是一个C1 不知道是不是1 就是一个Dole的音高 你可以Mute它 然后你可以用Mix调整整体的Antinuate 可以整体变多变少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 我今天呢 把这样子的一个输出 左右送进两个框台 然后送进了两个Occator 然后这两个Occator的输出呢 再通过一个Stereo Embellar Filter Sorry Stereo Embellar VCA 用同样一个Clock去Clock这个VCA 让它的声音有切断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来听听看 左右会是两个不一样的音高 E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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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现在设定成 可以看到第八拍 是中间 所以我们如果听到 我让七也在中间好了 七跟八会是中间 所以如果听到左右耳是同一个音高 就是跑到七跟八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上面的 这个灯号 可以看得到 它现在跑到哪一拍 我觉得蛮方便的 对 那接下来呢 就是有趣的地方了 我在这里引入了两个LFO 其实用同一个也可以啦 把第一个LFO呢 出方波去控制第五跟第七的Pan 那第二个呢 出Sine波去控制第一个的Pan 我们先不要听Sine波 我们先听方波 所以会做出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个LFO它会在 第五跟第七 把这个CV 去Pan给左跟右 所以两个Ostater会轮流去跑 这个CV的高度 所以就变得听起来很像 这个音高在两额互相交出 然后我可以用LFO的速度 去调整它交错的 我这个LFO是没有Sink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Clock 去Sink这个LFO 不过我现在不做 我可以用LFO的速度 去调整这个交错的速度 那如果你的波形是Sine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种滑音的 两额消错滑音的感觉 好 最后我在这里 可以降低这个每个音符的长度 用这个Emblo VCA的Emblo 增加点Delay 就完成了 的Emblo 的Emblo 1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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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2 音乐 这个就是今天每日模组合成器的内容 那一样呢 这个VCB的档案呢 会放在资料夹 让大家可以下载 每日模组合成器我们分享